一名56岁妇人因为出门采买摔车 造成了左手粉碎性骨折 经过了紧急手术结果之后 关节腹位固定 再用腹压合并高压氧双氧治疗 经过了长达半年的腹腱 现在双手已经能够活动自如 而且提醒长者最怕跌倒 提醒民众要格外注意 医师简报说明患者情形 56岁妇人因为摔车 造成左手粉碎性骨折 经过紧急手术结果后 关节腹位固定 再用腹压合并高压氧双氧治疗 开始长达半年的腹腱期 它虽然S光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软组织会吓一跳 因为一边这种粉碎性的骨折 它的组织会相当的肿胀 那会增加它感染的几率 那如果一旦感染 那后续可能都有节肢的风险 所以我们的双氧辅助 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 减少这种感染的几率发生 医师进一步说明 通常长者最容易骨折部位 是手部关节和髋关节 骨折原因往往是跌倒 若是手术或复健不佳 都可能影响手部活动 提醒民众要注意 双压治疗其实在我们年轻或是年老的病人 他其实只要软组织有相对肿胀 担心他会坏死的话 这个双压治疗对这个软组织的恢复都会是相当好的 只是在年纪大的长辈 他要接受高压压治疗的时候 可能担心说他的耳朵会没办法适应这种压力的变化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让他做一些耳朵的评估 医师也提醒虽然负压和病高压养 双压治疗可辅助韧带汗肌肉消肿和预防感染等后遗症 但气胸容易耳鸣的患者不适用 民众就医时要留意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